期待很久的過海隧道分時段收費 將會在明天12月17日正式實施 到底這個新收費方案 可以怎樣方便 每天都用過海隧道的駕駛者呢? 是不是每天都會駕駛車過海? 對, 沒錯 因為我本身是住西九這邊 我辦公室就在西吳盤 所以每一天我都會經過西隧上班 行業跟飲食業有關係 所以我的客戶在港九身界都有 所以高峰期我可能有時 一天要來回稅三次或以上 如果是趕時間的話 我就必定行西隧 因為始終車流量低一點 就可以節省時間 一天要行三次西隧也挺麻煩的 沒錯, 其實我們說 如果未改製前75元一次也挺昂貴 就算現在便宜了一點 也要60元一程 所以挺麻煩的 例如這還20元一下 也是很麻煩的 這一個駛車的老大 如果你們暴望的 我們有 rush時間 所以ısır就比較少 所以那些豬頭在他進去 因為他用來整個動作 之前我們習慣了便宜的 我們可能會走紅隧 趕時間會走西隧 但現在三條隧道一樣價錢的時候 應該大家都可以選擇 自己需要去的目的地 來選擇哪一條隧道 在繁忙時段前後 都會有收費調整的過渡安排 以私家車為例 收費會分別以最多 每兩分鐘兩溫的幅度 遞增或遞減 想查詢自己過海時間隧道的收費 一樣 在香港出行二的網站或應用程式 選擇過海隧道 之後選擇你的車輛類型隧道 日期和時間 這樣就可以查詢收費了 至於收費點的位置 除了西隧北行線會設置 在港島入口之外 其餘西隧南行線和洪隧東隧的 南北行線收費點都是位於九龍 收費點附近 就會有隧道費顯示屏 實時顯示不同車種的收費 同時顯示屏也不會有時鐘顯示 這樣就避免司機看到時間 一時緊張 不小心加減速 引起不必要的交通意外 那就不值得了 在我們下そして 請你開來 吃進行